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我們這一集同大家繼續跟進一下梅拉方面的事件。 思南就出了個報告,他這個報告就是今天他和公司,即是梅拉合約最後一天,正式完約,四年就想在今天好好道別,道歉道歉, 我這間公司裏面我就不是老臣子,也不算是新人,一直簡簡單單存在著,就無目標努力,但仍然是一班喜歡他,支持他的朋友仔。 有你們的喜愛就說自己好幸運,他說自己這四年期間有開心,也有不開心,打從心底裏面好喜歡公司每一位同事。 那麼他又說,他的同事是他見過最單純的人,為大家製造歡樂,一直努力,這個是他敬佩的事,也是他唯一留在公司的理由。 同樣他亦都好不喜歡公司的事和處理手法,所以不知幾時開始他選擇更加專注在自己發展上面,到公司需要自己那時才會出現。 那麼這一段,首先他沒有得罪薇辣,他又跟薇辣說,我好喜歡這公司的,你公司全部人都好喜歡的。 但是他下面說話,就說道,自己不喜歡公司的事和處理手法,那麼這裏所指的事和處理手法,即是些什麼呢? 他又說道,自己是類似僱傭兵那樣,公司需要我那時我才出現。 那麼這句應該是他的意思。 那麼下面下來他就說對不起,就是現在他最想說的話。 他說當時面對自己的種種指控太衝動,沒有衡量件事的輕重就忽略了好多人的感受, 尤其是阿貞和他的家人,他說好對不起,好對不起啦。 對不起喜歡他和支持他的朋友,令到大家擔心,又或者令到大家失望。 他說嘗試站出來面對問題,但是自己用錯方法,於是就選擇了逃避,收埋自己。 那麼繼續都是說對不起他的家人和朋友,他說不知為他們帶來多少壓力, 這些都不是你們一輩子應該要去承受的。 說過去這幾個星期,是他人生最黑暗的日子,好似將所有世上最惡毒的說話都聽過了。 連走出街都怕,因為走出街又不知會不會被人指著自己破口大罵, 慣一向樂天之命的他,在那段時間就來崩潰,就是想躲在家裏和外界隔絕起理。 其實微辣這個事件演變到現在已經過幾月了,搞了很久了。 公司方面就沒出來說過什麼,反而是那群藝人自己在亂出招, 好像第一天,私藍出來開個直播那樣。 其實當時來說,他不出來開個直播, 其實那個矛頭的火力就不會引去那兩姐妹那裏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那好簡單啦,你這六個出喊相的人, 那Jaki Lo,主持人,他一直心潛潛到現在, 今時今日,他的生死都未預約的, 大家都不知道他到底還存不存在的。 那沒什麼人說他的,也沒什麼人指控他的, 連出一張圖都沒有的。 其實一開始,那兩姐妹呢,一是就趕快把頭像換成黑頭像, 然後說阿青,你怎樣怎樣怎樣啦,RYP之類的東西,悼念他。 其實這件事不會演變到現在今日這樣, 但是用一個絕錯的方法就是開直播啦, 而且這個直播也都是好多人去看的, 也都好多人錄了他的影片, 變成他的風頭火勢集中在兩姐妹那裏, 跟住一發不可守十啦。 就算現在這樣啦,好似出來講返, 說對不起阿青,對不起他家屬, 但是人家賣不賣帳又是另一件事啦, 那如果是所謂沒做過的, 或者是你一開始要是心潛要是即時道歉, 結果跟現在肯定是截然不同的, 但是現在我們看返, 好像他們自己的公司微辣那樣, 都沒有出來講什麼的, 就算昨天有人爆料,就說微辣, 阿六豪指,好有可能就要出來開一個記招, 可能要出來交代件事或者道歉, 但是就用一些比較軟轉的方法, 就走了去一些KOL那裏報料啦。 跟住下面那一段就是多謝支持他的人啦, 那最後兩段,就說這段文字, 就單純想講述一下心情同體會啦, 是無意圖重新贏得大家的歡心同喜愛啦, 因為這樣太難啦, 亦都是想要跟關心自己的朋友, 就報一個平安, 這段日子辛苦你們啦, 說沒想過之後條路可以怎樣走啦, 會得到什麼或者失去什麼啦, 亦都沒有具體規劃, 只是想交代同公司, 就今日正式懸約啦, 那這四年期間得到的所有事, 認識的每一位朋友, 每一段緣份都會好好地珍惜啦, 對未來的路呢, 就毫無透水, 可不可以繼續工作, 會不會有人想看自己呢, 這個都是他反覆問自己的問題呀, 但是我相信盡人士聽天命就努力生活啦, 其實這裏我都這樣講, 網紅或者是演藝人, 如果你出到來, 沒有觀眾去看你的話, 基本上是生存不到的, 其實生不生存得到呢, 真是要看回網民怎樣看你咯, 因為現在來講, 網路資訊太發達了, 就以YouTuber來講咯, 其實不會說非理不可咯, 變成是好容易有其他人可以取代得到你, 所以如果一個不小心行叉答錯的話, 整個的影響會好大, 再加上澳門、香港這兩個地方 如果是有一些劣質網紅是會抵制得好厲害的, 你看回那個Sunny哥哥呀, 史萊姆呀, 雪姨那一堆都已經抵制到出不回來啦, 但是咯, 未啦, 自己公司來講, 有咯多旗下的藝人在這裡竟然處理, 是比想像之中差了咯多, 是完全不可以用小孩子不識世界 這一句咯說話去做一個解釋咯, 因為公司有咯多人, 有咯多人都是拿筆賺食的嘛, 那這些人為何就不能夠大家正正經經開個會, 就談吓之後怎樣處理這件事, 為何整個月都仍是不了了之, 好似昨天有人白料所講咯, 還會等到阿正頭七、尾七之後完咯, 才會出來開一個發佈會或記者會, 去講清楚整件事, 或者道歉咯, 但是去到那時出來道歉其實還有沒有用呢? 如果是咯重要的話, 其實好像之前咯講咯, 你頭七的時候應該都不出了個這樣的公報咯, 等他尾七完咯才出公告咯。 所以今次微辣事件, 就算是沒有阿正這件事, 只要他出現一個相同地嚴重的危機的話, 其實他們公司都是處理不到的。 那斯南的鋪大致上就好似現在我們講咯, 他今次就有在個文那裏, 是有提到阿正的名字, 也有一個道歉咯, 同時亦都提到, 說公司在做咯, 我不知道啦, 我決定不到啦, 但我不喜歡他的做法啦。 大致上就是講這些啦, 好了,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那斯南出現這個報告之後, 你們覺得咯, 他出來做回網紅, 或者是Youtuber, 你們又知不支持咯, 下面留言咯, 我們下集再見咯, 拜拜!